大概三年前左右 胸口突然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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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过了两个月 手就开始麻痹了 就算怎么按摩它 怎么揉它都没用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会看哪科的医生 当然是心脏科 终于又去做心肿酮 又跑步 又CT 又炎血 什么东西都做了 报告出来 对 医生一看 没什么 疗生 是血脂高一点 不是 医生 手还是麻痹 心还是疲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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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 年纪大了就是这样 我开血压药 阿斯巴林给你吃就行了 就这样吃了整年药 胸口依然是疲疲疲疲 手依然是鼻 脱又不是 吃药又不是 有个朋友介绍 有针够的中医很好 很多病人抬着进去 针完之后就自己走出来 嘩 这么狡猾 廖先生 你是两只手麻痺 还是一只手麻痺呢 一只左手 那是全只手麻痺 还是手指头麻痺呢 全只手都麻痺 噢 颈椎问题 一两针就完成了 接着就拿一支针出来 刺进我的颈椎里 尿两针 OK 搞定 医生 你的不是针够 你是小针刀 是的, 還有浮針和刃針 一路坐車回家, 一路擔心 以前我頭痛時, 都試過小心刀, 沒用 哎呀, 糟了, 今次不知道會不會被刀壞 哎呀呀, 笨呀笨呀笨呀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很快, 一個星期就過去了 哎呀, 哎呀, 手不刀了 哎呀, 手不刀了 哎呀, 哎呀, 行不行 要乘性追擊, 去刀多兩針 不用了, 這些針不是說 越刀得多就越好 要徹底解決, 首先要明白 頸椎病的成因是什麼 長期刀頭來搞手機, 搞電腦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真正影響最大的, 是你沒有了 輕功 其實每個人年輕時, 都會有很多活動 爬山呀, 游泳呀 會出很多汗 將身體內的濕氣, 排出來 但是過了40 之後 個人就開始冷了 日日闖道 加上日又開冷氣, 夜又開冷氣 於是乎, 濕氣便在身體內 排不到出來 越積越多, 個人便濕重 沒有了輕功 這個情況就像你喝到屁屁虎 醉到一屁屁屁 隔到床上, 一個姿勢 睡到天降 第二招 你不睡禮頸便會期待 用三招來解決頸椎病 第一招 排濕 慢病皆由濕重起 身體濕氣重 不單止是頸椎病, 免濕肩 坐骨神經 很多病痛都會吐出來 所以身體排濕是非常非常重要 排濕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曬太陽 運動 出汗 一個是飲去濕茶 將身體內的濕氣排出來 第二招 睡得醒目點 年紀大了, 身體的機能便會衰退 頸部的承受力便會降低 如果你睡覺的姿勢不好 頸部一整晚沒有東西浪 又或者一整晚都是一個姿勢來睡 閘著神經 加上人沒有了輕膏 一整匹泥地打在那裡 頸椎病便會這樣來 所以以後睡覺要醒目點 第一 要用枕頭來攝住頸部 不要讓頸部懸空 再來一晚要換幾個姿勢 讓頸椎沒有受那麼大壓力 這樣便會改善很多 第三招 做八米神功 很簡單 上 下 右上 左下 右中 左上 右下 左中 把頭像米字般來運動 記住 是有空便做 還有 千萬不要縮腰來坐 記得伸直腰 不夠力便用桌子借力頂住 做好這三招 很多問題便可以減輕 有時才來找我打針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今時今日的醫學 實在太昌明分工太小了 有病你真的不知道去找哪科醫生來看好 心臟科醫生告訴你沒事 是啊 他那塊沒事嗎 不是代表你的身體沒事 總之記得 身體不舒服即是有病 如果一個醫生看不好 就趕快問問你身邊的朋友 找多幾個醫生來看 實際很多 如果你有什麼個案經歷過 不妨在留言區那裡寫下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